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品数量达3620万部 网文用户数量达5.37亿 同比增长9% 受到精品化 IP转化提速 全球化深入等三大核心趋势的积极推动 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生动的文化名片 日前 回望蓝亭论辩高二世与新中国江苏书学文脉研究展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 展览展出高二世的陆张世昭师 林平风帖 首批宋塔定武兰亭等书法精品 和兰亭论辩相关文献等近70件 以及吴维山亦高二世先生孙小云重古初心等受其书封影响的当代江苏书法家作品十余件 此外 展览还精选了张世昭 马依福 胡小时 林散之等老一辈艺术家与高二世的唱和作品近十剑 展现出传统闻世间心胸坦荡 刚正锦言的文化交流与传承 近日 著名书画家范增先生的新书《思无协集 范增自书连语》发布 即《甲陈范增诗文书画研讨会》在荣宝斋举行 《思无协集》范增自书连语 精选范增先生撰写的对联338幅 包含诗意研制永怀先贤 往来圣迹和博学余文四大类 大八开的版面设计开阔典雅 同时连文赋以简著点评 一连一解明白小唱 含义卷勇 连语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们绝不是为作诗而作诗 我们是为了心灵快乐而作诗 是为了精神解放而作诗 一定要表现这个独立之意志和自由之心灵 范增先生在文史哲义诸领域博古通经通游中西 提倡回归古典 回归自然 身体力行 以诗为魂 以书为古的美学原则 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 美誉是提升审美素养 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教育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 长期关注全民美誉的话题 近年来 中国美术馆不断推出 典藏活画系列展览 让更多人得以近距离欣赏 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精品 如何让美誉更好融入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 2023年 吴维山深入天津 内蒙古 吉林等 全国二十多个地方走访调研 并在今年两会带来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委员会 管辖南关区社区服务站 是全国政协常委吴维山 带着推进全民领域 提升人口素质这一提案的思考 展开调研工作的第一站 现在很多的社区还是有不少的退休人员 他们喜欢学画 学习武法 学跳舞 学唱歌 社区互唱团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 很多的也存在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用什么样的社区文化来影响市民 所以这个要宁选 要用高雅文化 要用经典的艺术作品 特别是在一些公益广告 还有一些社区的街道 场所 它都应该要充分体现一些民作艺术当中的 一些经典作品 从去年四月开始 长期关注全民每个话题的吴威山 便相继到河南 内蒙古 江苏 湖北等 全国二十多个地方进行考察调研工作 中国是现代化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这是不正的事实 如何把这些规模巨大的人口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作为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桥梁 中国美术馆不仅是国家艺术宝库 更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师范基地 在这里老年人欣赏美 中青年研讨美 少年儿童学习美 从一张报纸就是一个美术馆 到一块屏幕就是一个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一直在积极适应传播新生态 利用最新数字技术手段 使静态的藏品活起来 走向人民大众 为亿万观众营造生动立体的大美世界 像中国美术馆这样的国家馆 但是一年也只能计算 一百多百观众 它是线下的 所以我们还要整向线上的教育 线上的传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是文化的复兴 全民数字的提高 是文化复兴的一个基础 也是目的 我们要在高原上 建立起高峰 首先要把平原并成高原 那么我们今天的全民美誉 实际上就是把平原 并于高原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全民美誉不仅针对青少年而言 中青年在美的环境中工作 同样能够通过艺术调节工作节奏 改善人际交流 老年人参与美誉活动 也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养老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然而面对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吴卫山在艺术创作与调研实践中发现 除了要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网络环境的进化 更是推动全民美誉 提升人口素质的重中之重 很多人都热重于这个视频 这已经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期 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过去我们到图书馆里 看景点小说 这个看字顶 现在网络上面什么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很多网络 它是没有经过顾虑的 里面还有很多的不识致词 特别是这个 它没有门槛 有许许多多的人 都能在上面 这个随便的发布 一旦这种发布以后 它很快就会 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这种社会影响 如果不是正能量 是负能量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对 整个传播来讲 它是一种污染 在建议通过优质美誉资源 占领网络高地 实现网络进化的同时 吴维山还在提案中 呼吁让经典艺术系统性的进课本 打造高质量的美誉课程体系 进一步普及书法教育 用中国字的独特魅力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要看一个民族的未来 就要看年轻人 就要看教育 教材要充分体现 总化美学精神 体现中国精神 要让孩子们在课本当中 来感受到一个民族伟大精神 创造精神 神秘精神的存在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